台南北區城隍廟大駕出巡 晚間沿著市區道路 一路走到零百貨前 一行人陣仗浩大 扛著大駕往前 就在百貨前碰上巡邏遠景 報上廟名還來不及解釋 居然來了一輛警車 直接用擴音器喊出 沒有申請路權 不要在這裡假借神明名義 怪力亂神 就是怪力亂神這四個字 讓廟方跟信眾炸鍋 上個月二十五號城隍廟 在境內巡邏廟 廟方解釋大家出門 都在晚上九點後 經常跨區沒有固定路線 但警方認為廟方沒有申請路權 有錯在先 談談大家夜巡 有百年歷史 還路過殭屍展 被警方認為影響交通 才會詢問 但講出慣例亂神 有檢討空間 神明出巡時間 廟方也無法控制 願意協調溝通 避免再出現原警在馬路上 感神明的尷尬場面 記者來關鍵 明天宿明知會談的報導 報導 明天宗